按了按键就在錄了,由他继续录,录完之后就分享出来 按了键录影了,刚才他有个严责声明,就是要给大家,与会者是知道我们在录影中的 但这个录影我试过被他出卖,只是看彩数,因为我试过录完东西,成堂说录东西 后来他告诉我,死了,但我没办法,有试过的,希望没事,因为这个阶段有些位置都不是很稳定的 我觉得,好,那继续讲,首先,根不根据到这个指定先,去了这个TinkerCat这儿 这个是IoT,是,陈同学是有接触过IoT的,是吗? 但我又不会用IoT这个字,APL,APL那时候听,学过 那就好了,你有少少背景就正了,那你应该会得心认受一点 但是我们高低级,不会只说APL的东西,就是会多了东西的 所以你有少少背景就会容易上手,或者可能有些基本的东西 你会知道了先,都不要紧要,那继续讲,这个字眼我忘记了 因为这个字眼是后兴的,就是这个IoT的字眼 我最初接触这些电子板,这些感觉,我是没有IoT这个字眼的 这件事不是突然间走出来的,都十年八载的,如果你说 这个Arduino的出现,跟着有些人 网上写一些东西,好玩,好看,就是这样的概念来的 那首先,麻烦大家开帖先啦,你不开帖 你没办法家儲住,你跟我试,或者 YOU'RE 好了,你也没有办法,我解鑽到哪里,接着大家上混ağı,都一樣 那我一转izar,5分钟让大家弄host 先…昨天忘了跟你讲了,那那第二样东西啦,我给你多两个网站 我又放了连续 这些连续 我都会 当然 说得给你听 当然有些事情 需要发生 这个 我立刻举到连续 在Teams 这两条连续 先 这两条连续 先 Juno 不是要付钱吗 回头解释 回头解释 全部都给你们 等等 等等 我想我刚好有个电话 你们先安装了那个 Tinkerpad 不用安装了 你先登记了 先登记 先登记 我说的东西 同步的 你建计了帐 用学校帐 就是用自己的Gmail 都可以的 没所谓的 他没有规定 我们之前弄了 3D Max 就是弄了帐 你用的 3D Max 我刚刚都用了 就是说 有个账户两年 账户两年 账户两年 sorry sorry 我解答 我解答到你的 如果你说3D Max 那条连续 那条连续又不同 但是 它都是Auto 它都是AutoDesk 那家公司 应该都是用到的 应该都是用到的 你之前create了一个 就可以进到 OK OK 进到我这个画面 这里的 是啊 你可以现在试一试 我专门用processing 转头说给你听 但是你 你起码试到 你能试到 你能试到 能试到 FringerCat 那里先 好吗 那我现在 先试一试 五分钟左右 就是当 当 一个break 接着你就 搞 搞了 TinkerPad TinkerCat 那个 那你试到 那你试到之后 我就先可以 开些例子 叫你一起去找 或者一起去讲解 好吗 OK 就是五分钟左右 你搞搞个account 你们看一看 如果你找不回之前 那个 你就随便 就是你自己有个 用开的email 你就再create一个新的 那都很快 很快就做到的了 行不行 那条link在这里 这个 TinkerCat.com 那录影那里 我都有去 保持在这里 不理会了 OK 那五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我 电脑就10点45分 那我们五分 10点50分 就再 你预计再继续 那么 variables 我最后的 你要是 几十八分钟 就把我们走 里面 会了 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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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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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希望你們自己都有個紀律 上一堂就盡量聽回那堂發生的一些內容 反正都是我趁記得 我現在就點一點名先 我開那個CAS 我好像看不到這個按鈕 我要看看是怎樣 因為你們都是需要計算的 不夠是過不了的 好 見到點名這個畫面 我按一下叫名 按一下叫名 麻煩大家給回個反應 OK 陳志文 陳家聰 Hello 陳家聰是嗎 是啊 OK 跟著陳孫葉 陳永勤 陳永勤 在這裡 陳永勤是嗎 是 不好意思 剛才沒有開到 剛才你是誰 陳孫葉 OK 踢了 不好意思 陳志文 陳志文可以 跟著陳玉清 陳月晴 OK 陳月晴看到 鄭仲軒 在這裡 趙俊熙 在這裡 在這裡 超突尷 中進泰 霍正謙 jew 何淵蔓 Samiya Samiya 你這個名字有沒有說錯 不是正常的 Samiya 林洪昌 李潤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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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家雄 在這裏 盧俊 盧傑在這裏 Sorry 盧傑在這裏 盧傑在這裏 Sorry 盧傑在這裏 麥家琪 麥家琪 莫偉俊 莫偉俊在這裏 聽不到 接著就 薛國鋒 Hello Hello 施詠琪 Hello 唐家豪 Hello 在這裏 見到 尹益聰 尹益聰 黃潔文 欧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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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嗎 是啊 是啊 OK 尤俊宇 在這裏 跟著周耀龍 在這裏 OK 莫偉俊同學 她說那個麥克風有問題 你叫他打個什麼社長在這裏? 他寫了,他寫了 還有誰? 現在你們自己看到沒有名字那些 如果你的麥克風有問題 你打回你的全名在這裏 讓我知道你在這裏 那我會和你剪輯 OK 就是鍾晉泰 何軟曼 李錦潤 韻益聰 王傑文 這幾個是剛才沒有告訴我是怎樣的 你打回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在這裏的話 我會和你剪輯 那點名就搞定了 我會找到這個按鈕的 如果找到這個按鈕就不用文日詞 不過叫一下你們的名字也好 叫一下你們的名字 我起碼知道你存在與否 好 先看看 剪輯吧 OK 那是不是安裝好了 是不是安裝好了 就是去這個 Fingercat Fingercat這個畫面 那是的話呢 就是我估計你就算 不是你自己之後也要搞一搞的了 那我再分享一個畫面 就是Ojuno 和Processing那裏都要提一提的 那如果 你現在看到就是Ojuno 這個畫面 那這個就是它官方畫面 那你會看到它有很多東西的 有很多東西 譬如有些Project已經放在那裏 你可以按一下去看 或者有些Source Code 或者剛才同學說 Ojuno是不是要買呢 那其實不用買的 譬如這裏 譬如這裏 這個你都可以找到的 去Software這裏 下載 那這個就是最新版本 1.8.13 那我看看有沒有一些舊的版本 那它就未必放在那裏 譬如舊的版本 其實周圍都有的 譬如你打Ojuno Download 那有些舊的版本 1.6點多 1.5點多 就是它 它保持著出新的 但是如果官網通常放最新的那個 那你不是Windows就Windows 接著 Mac就Mac 兩邊都有的 那Windows 接著它呢 有一個版本 可能是手機版的 但是我 手機版你不要理著了 就是你看到Desktop版 Windows版本 Mac版本 那開了出來會怎樣呢 我開了給你看 先看看 你安裝完之後呢 就是這個 好 給我一個細畫給你看看 現在你看到我Share這個畫面 就是你安裝了 Arduino之後呢 開了Arduino的運作畫面 是 我就敢在Microsoft Store那裡 Download 可以的 嗯 MicrosoftStore那裡 Download 下來都沒有問題的 是 它有不同版本的 但是如果我們 這科試的東西呢 其實應該不是太大分別的 好 就是它真的保持著有更新 那我也都試過有些同學用不同的版本 可能這麼不幸運 去到某一些地方呢 無緣無故有少許問題的 那你就可能要找到你的版本裝 但是它是一個比較小的軟件來的 但是它的功能上面就有很不同的 那如果你說官網的話 我現在都是 官網寫1.8.13 我都是 在我那個windows的desktop上 都裝到最新 這個會上1.8.13 那你自己 這裡Download了下來 先裝 這個是第一件事 那跟著 我們又去這個 processing那邊看看 processing那邊就是這樣的網站 又是 它按下載 跟著又是有windows 和Mac的版本 processing 但processing我們沒有這麼快碰的 我們沒有這麼快碰的 行不行 還有它有些舊的版本 那你processing不裝 不裝著都沒有所謂 但是有些tutorial 那些如果你有時間有興趣 可以再看了先的 那我有機會叫你裝回舊的版本 因為 譬如這個stable release 就說一些舊版是比較穩陣的 那我有機會會用到這個2.21 我未必用到3這個的 用到2.21 那這裡Download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 及後再講 那for example processing這裡 你看到 它會有些tutorial 很多resources 這些做好了 給你看 和按 那也有些example 這些全部都是 按進去就是一些example 那我之後再講 你看到 這些 現在畫面看到是一些effect 那譬如這個effect 其實就是 下面這個code 所造成的 那所以其實是 很即時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我現在用mouse 可以按鈕 有反應 還有可以 這個東西 那其實這裡 就是 有些interactive code 去做這個processing 的interactive畫面 那processing 現在不說 但是起碼你先知道 那你見到 我多讀幾個example 的processing 其實你就會看到 processing 是做畫面的 為什麼我們 做processing 你說 不是喔 Ricky 這個畫面 用AI畫到的 我都知道用AI畫到的 但是不同的knowledge 那我們是 你看到這個畫面 好像一張圖 其實是用code 去撿出來的 那你現在暫時看著 不明白 不要緊 我會講的 我未必全部的example 都跟你講完 但是有些 重要的事情 我會再跟你講一講 這樣 那你見到 這些 就是橫線直線 你說用AI 畫出來的 但是我們真的用programming的角度去做 那用programming的角度去做 就是說 用AI畫完那張東西 是沒有活動的 但是用programming的角度 我們只需要改一些參數 或者我 我需要額外做一些東西 令到它改變參數 它的畫面就已經有不同了 那這個就有活動了 如果你AI畫一張出來 它靚仔仔都好 它不是一個互動的狀況 那這個就是個分別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script 去做一些畫面的東西 那processing 主打是這個功夫 那如果去回Arduino那邊 去回Arduino那邊 去回Arduino那邊 我們去回這個畫面 那這裡有個LearnArduino 去回路 那你看到這裡 那這裡 也已經有個基本的B品 我看一下有沒有example 有tutorial 你看到 documentation documentation 就是說 它有一些 Document面給你review 就是一些教學的東西 按tutorial 这些我之后会再讲的了 就是我们哪里是直接在Arduino找到一些Sample 那当然我随便再按 YouTube 接着这里 接着这里 很简单直接Arduino Arduino 五分钟快速了解Arduino Arduino是什么 最厉害的那十个项目是Arduino 那我这里不打算 在这里课给你们看 因为多到没有朋友 但是我之后可能有些例子 我上来看我会透过 就是我截了一条线 然后我再给你们看 就是很多的其实 或者Possessing 全部都是Possessing的一些不同的教学 这个 这个 胡桑鬼佬 OK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开发者来的 那他很有趣的 我都建议你 就是之后放回两条线给你们看 他讲得好 很有趣 他讲书讲得比我 我觉得 他很多 很多Facial Expression 很多手势 他也都 讲得明的 就是其中一个开发者来的 这样 这个就是 最基本 你在这科里面 你可以有些 什么Resources 发生什么 而导致你做得到 那些内容出来 OK 那接着 去到这个画面 大家现在都 看得到我这个画面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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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了 一脱了那些 你再说一下 那这个画面 进来 当然这个3D设计 我们是不会碰它 但我都解给你听 你坊间看到一些书 TingerCat 就是如果TingerCat 3D 那样 其实它这里是会有一些 教育内容 也有个online platform 给你做一些3D的设计 是可以的 那你可以 如果你说我交这些科的功课给你 那我 到最后想了一件事 我用一下这里来做一些东西 给你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它这里呢 这个TingerCat的3D 其实它是 也有个功能给你的 就是它有一些 比较直接一点的教学 它就认为如何出3D printing 就是它这里的建帽上面 和3D Max或者Maya有些不同的 它有些东西是将3D建帽的一些步骤 透过它这个3D的platform 就是会容易一些 但是我们这方面不是讲这件事情 不过你知道就可以了 还有很坏的 进到这里呢 你不记得按键 就为什么还在这里呢 不是在做Circats Circats就是一些电路 那我们在这里做事的 OK 那跟着 你去回自己这里 右上角 那你登记了之后 你就是自己这个头像 那你就可以是 新增一个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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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按新增的话 那我呢 有时就跳错了 我不是教你3D 所以我要back一下 因为它是online platform 你们的画面是跟不跟到这里的 啊 sorry 这里 新增下面有个叫设计的 就是在这个画面会容易一些 新增这个设计 那这里再 左边这里选回Circats 那Circats呢 你看到我之前 随便开了一些project 不知道什么名字 不要管它 是吧 那跟着呢 我想去回 它那些 跟着呢 sorry 我都要插一插 是的 sorry 你人这里呢 你的公仔头这里呢 他 我一定要根据他的规矩去 我去设计这里 那这里呢 如果你们英文版就叫做 学习这样 但是你要选回Circats 这里选回Circats 这里再选回Circats 这里再选回Circats 才去到 sorry sorry 它Default就不停跳去3D那里 那我这里又要选回Circats 因为我们不是学3D的地方 那Circats 那去到 去到这个呢 就会 有一些 built in了的例子呢 我是想跟你讲 和想你试 就是 想跟你讲 跟着之后会有想你试的了 可以不可以 去到这个画面 是 就是 那里是需要一些功夫的 因为 那些 online版呢 的规矩 它定死了 你这样按 你才能按到这里 那我现在是去到 学习的画面 跟着我把它转回Circats 电脑版 那这里就会有 入门 课程 和专案的 那如果英文版 我都不知道 它怎么转回英文版 暂时 这里 如果你中文版 就是英文版 你转到最底 这个位置有的了 那我转回英文 现在可以试一下中文版 一般来说 用英文版的 那你可能 中文版看着会 容易一些 去到这个画面 给一些反应 哈啰 哈啰 我一开始就已经是 预订的 这个project 你去回这个学习 这里 右上角这里 有个学习的 那你按学习 你就可以去到我这个画面 OK 你按学习之后 你这个位置 它一按学习 它就只继续3D 那个给你的 但我们不是在学习3D 那个 所以你要选回Circats OK 那你就会 紫色这里 就好像我这个画面同步了 那我们 一切的东西 从这里开始 就应该会清楚是怎样的了 其他人有没有特别的东西 有没有特别东西 有没有特别东西 没有的 继续说 那你开了帐帐的 概念是怎样的呢 当然你不会尽信它 但是它其实 假设 譬如你开了一个个project 你开了10个project 它会自动自动 在这个online平台 那你下次继续 其实你的project 会有回到的 但当然了 你稳定起见 我稍后会叫你 就是每一堂 做了一些东西 你当它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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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你另外找个word 对 再回去 那你交给我呢 你都不是叫我回到这里看的 我预计你的图和歌曲 会堂是需要粘在文章上 文章就改回自己的名字 Tutorial 1、Tutorial 2、Tutorial 3 如此类推 这样给我的 我今天的目标 就可能 我想看看我们时间是怎样 不要紧 起码我们隔空 隔空你不是在那儿 但我起码有办法告诉你 这个平台你怎样运作 怎样在那儿做事 就算那些Tutorial 还没跟得完都好 你都知道这里可以怎么试试 试试 继续试这些东西出来 它入门有几个东西在那儿 有几个项目已经成功了 你不用这么进去住的 真的 你不是在上我试试 然后按入哪个看都无所谓 但在上我试试 我希望 我和你在讲的东西 大家试不报 我知道你跟进到哪儿 入门 它无端端放了几个在那儿 有些东西 我觉得不是十分入门 所以这里展示所有课程 展示所有课程 都是放这几个在那儿 所以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按课程有几个在那儿 你那几个可能和那几个有机会不同的 都不要紧的 第三个是专案 专案呢 它又 其实呢 by default 我展示所有的 你看到它其实已经预设了很多改道 预设了几个改道 预设了几个改道 那这些呢 其实我们都会高负的 是的 去到这个专案这里 有几个我想和你 就是起码我们 我们做了 我希望今天起码杀了三个 那这三个其实不用你做的 但是你也可以一起做的 为什么呢 进去我们就知道了 你要去和我同步的位置 你去专案这里 去专案这里 按了它之后 那你展示所有啦 起码你都见得到它有多些啦 那其他这里 有些难一点的我们不管的 就是这些厚一点的 绿色画面这些都不管的 那我今堂想和你高负是这三个 第一个 就是解了给你听 这里它就不会逆中文的 第一个呢 就blink and led with digital output 非常简单 这三个是入门版 但是我透过这三个入门版呢 高负了今天呢 那你有些可能性会发生的啦 其实可以的话 看看有没有办法 遇到第四个 那名字 先up了 和你们都记录下 对啊 就是我们Tutorial 1呢 Tutorial 1呢 Tutorial 1 我要你完成的是1,2,3,4 OK 这1,2,3,4呢 我需要你 是cap screen啦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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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就是今天 不知道 有时候会怪怪的 power point都可以的 如果lap的话 我想 但是power point 你 未必够长的 如果 如果code那些呢 这几个就有可能的 因为这几个的code 不太长的 可以分开两版 一版图 一版 一版 我想没所谓的 就是你 如果是lap的话 不就是 I mean 你都要解决 解决 你要解决 你的work 因为呢 我们做厚一点 你的code 就会越来越长 行不行 但是这一堂呢 我想像到 这个code 是有多长 那你没所谓的 就是长远 长远 你交lap给我呢 我都是 希望你用这个work 再做些东西给我了 就是容易阅读一点 那你说这堂诗 没所谓 麻烦大家自己记录一下 那 那 这四 讲到明 这四个不用你立刻做的 但是我一会儿呢 讲到这么久呢 我会有少少改变的 就是 我会跟你讲 orrigion的例子 但是我 会加少少延续的难度 而让你完成它 就和原装那个有点不同 行不行 OK 整个概念是这样的 那 那 第一个呢 就是说了一个中文名先 brink an led with digital output brink就是斩 斩眼灯 digital output 是的 在这方面呢 有两个字 我要解释的 第一个字叫digital 第二个字叫analog 先解释了digital digital呢很简单 就是 是要解释的 确定 就叫做digital 如果在电脑的 语言里面 一 是 零 是不 行不行 但在俄中楼的世界呢 你可以硬来 把它改了也可以 你可以叫零是 一是不 也可以 那总之 digital 就是如果 一些东西叫digital的话 你的概念上面 就是 一和零 是或者不是 着或者不着 这个就叫数码的 所以这个例子 就是叫眼灯着或者叫眼灯不着 第二个难点的 不知道讲不讲得完 multi多个LED and blackboard blackboard是专有术语来的 就是这块板 这块白白的胶板 这块是电脑板来的 当这块板要拼多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这个blackboard blackboard我们坊间术语叫面包板 那我们就会刺一些东西在面包板 然后拼线过来 就令到它可以控制到的了 可以吗 有些可以直接拼完 拼完再拼完线就可以了 不够用的时候 我们要延伸一个面包板 但是面包板有些电脑的概念 都要告诉你 转头讲 这个就是玩多个一颗LED灯 这个例子 和面包板的概念 第三个例子 fading LED with analog output 这个是数据的例子 这个是analog的例子 这个是analog的例子 对不对 那fading呢 fading的意思是 就是渐变了 就是那颗LED灯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是会令到它慢慢着到最光晚 接着由最光晚又慢慢变回不着 那这个fading 这个字眼 叫做fading 渐渐退色 我今天觉得 今天我现在讲到这里 我觉得我自己讲得比较慢的 那我希望你们 就是慢慢习惯了之后 你预计我下课 讲的script 讲的speech 会快一点的了 今天就 就是 我也热身 但是通常 我会讲得快一点的 跟着analog analog呢 这个就是digital的对加 digital刚才说过是1和0 穿或者不穿 analog 就是说 有中间有些变数的 1和0之间可以是 0.1 0.2 0.3 78 0.465 0.7 529 0.9872 这样 它是可以有一些 中间的数字的 还有中间的数字不是整数的 就叫analog analog 就是没有数码年代的时候的 的字眼来的 例如 问个问题 你现在怎么听歌的? 有没有人回答到? 你现在会怎么听歌的? 打YouTube 打YouTube 打开YouTube 打开YouTube 或者不知道 somehow 哪里下转MPV回来 对不对? 那MPV是电脑档案来的 那MPV 其实就是数码来的 OK MPV 是数码来的 那你说 听音乐只有数码吗? 那又不是 例如 你没有买也好 但你应该会听过这个潮流的 就是说 现在有些 就是 我想你们都有机会接触听过的 就是说 黑膠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黑膠大碟 有没有听过 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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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黑膠呢 就是真的 你这一只碟 那一只碟 首先是一件物件 那一只碟 放到唱盘里 接着它 payback 翻出来有声 那就不同 你按MPV的概念 那黑膠呢 其实是analog 如果你有机会接触黑膠呢 黑膠你摸上个面子那里 它是凹凸凸凸的 它是透过凹凸凸凸的 里面就载住了一些 音乐 镜碼 而你放到唱盘里 它就在做一个解码的动作 那你就可以payback 听回那只碟里面的歌了 那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解释 这个digital和analog的分别 一个就是 没有电脑按键就是了 你听到歌 其实它全部数码化了 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两个例子我都会先说 就是让你知道 在digital和analog的世界 你有什么不同 因为这块板呢 可以控制digital的东西 也可以控制analog的东西 ok 接着一跳跳到最后这个例子 如果这一堂说不完 我们下台延续 push button digital input push button push button digital input push button push button 其实就等于按钮 为什么有push呢 你开门的时候 见过这个英文字的 你的手推开到门 概念一样 push就是你的手 按下一个按键 那其实普通的按钮 digital input 这个input的意思是按键 就是按钮 所以你看过 简单看着的图 有按钮 有按钮 按钮按钮的概念 那也都配合回 我刚才一开始跟你说的概念 按钮 是input i output是什么 按钮 i是按钮 o是按钮 ok 我想第一个例子 你现在这个卡的第一个例子很简单 double卡 那它去开门 一开门 你看到这个样子 那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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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很简单 解释给你听这个画面发生了什么 左手边超级好 step by step 解释回这个例子给你 因为它这个 就是这里有些tutorial跟你说 有些文字讲一些东西 我稍后会跟你高呼的 因为有些专业的字眼 我想透过讲解告诉你 接着呢 左边 看完 licks licks 就解释了整个例子 ok 那右边 上面这里 有些按钮 有些小小按钮 IER都讲一讲 譬如这个按钮 那有些东西你拿了出来 拿了一些东西出来 你要旋转就用这个了 或者R按钮 R按钮 R按钮就可以任何一件东西 你想在画面旋转就按键盘R 垃圾桶就是你拿了一些东西不要的 按垃圾桶就扔掉 这个就是后悔 Ctrl Z 这个就是重做 Ctrl Z了之后又再后悔 就重做 这个呢 就是注解 有机会你在某个位置 这个就不是做东西的 就是你可能想打个注解 在某个位置放下 可以让自己记得 那这个 这个 检视隐藏 我暂时没有用的 所以不要管它 飞到中间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位置 Exactly Exactly 就是那块板 我们如果真的接触到那块板 我们都是 就是它类似这样的大小的 真的 就是可能小小小 Keyboard 所以如果这个Mouse 有个车呢 车呢 就是控制这块板 大一点小一点去看 接着如果你按住这个Mouse 左键 你就可以 画面移动那些 移动右一点 移动上一点移动下一点 OK 接着 这边解释了 去右边 右边 这里 我现在这个中文版 如果你转到英文版 也是一样的 程式码 这边说 不用按住 开签模仪 和左边这个 start simulation SIMULATION 我这个字我打给你 SIMULATION SIMULATION 这个字我会常常提 因为 在这个 platform 是常常都会用这个字眼 叫做模仪 模仪的意思就是 这个拨通了 你试试你自己有没有拨错 你按模仪 它真的有反应 譬如这里拨了几眼灯 我按给你看 你不要跟我按住 它会有什么正在初始化 Logan 为什么我弄那么久 我又做错了 我又做错了 行了 你如果看到我画面这里 我这个例子我已经改了 你那个应该只有一个 是吧 你那个只有一个 因为这个 我备课的时候已经改了 所以和你的画面不同 不过不要紧 我用这个直接讲解 不如我 我不用一粒那个讲解 就是我一次用 是的 这个第一个就是 我想你由第一粒那个 变成 这个状况 或者我解了这个 你就明白第一粒那个 那你现在看到我 看到模仪的状况 就是这三个LED 是会轮流 着的 轮流着的 如果我的计划错 它是不会发生到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 它这件事正是正在 你不用真实拿着这些东西来拼 但是你拼错了 它就真的不行 所以我说 它100% 所有东西 和你拿着一块板 插线 是一模一样的 汇收 你那块板 它都扮成一样 你拿着一块板 它都是这样的 上面呢 那块板上面写着 那些东西 那些是不同的 插头位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 那 如果真实那些物件 我 我未来 可能有些文章 就 做安排 粘图给你看一下 那今堂不特别 做这件事了 那看到了 那 那 那我如果 如果 不想去走 我就停止模仪 那你们知道这按针做什么 接着汇出呢 汇出就要知道的 那它汇出电脑呢 那这里已经弄了样子了 是吧 你按汇出 啊 汇出不对 sorry 等一下先 应该共用 共用 共用我想你用的 这按针 当你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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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看不见 你按下来 那我这个会出了这张图呢 那這個就是我組的樣子 那這張圖你就可以貼在Word 貼在PowerPoint上交給我做課 那這個還沒有交完的 因為這個是你組的樣子 背後的program你都要抄給我的 那我稍後再跟你講program 我問他那個電阻是不是沒有換另一隻 可以換另一隻 我就是逐一逐一跟你講 我全部都會跟你講的 不需要擔心 那可能我今天只夠時間講完這個例子 因為這個例子我還有很多東西要跟你講 裡面那些什麼的 接播和program code那些 那不要緊 我們寧願第一課慢一點 講得清楚一點 那你可以有得延續篇 原件 英文我們叫 Sorry 我可能大聲太大 因為我一個教員室 我看一看有沒有阻止其他同事 那我就會講完 那我也有熟悉 我還沒看到 今天我會講完 我會講完 我現在非常安全 去完蛋 你行講完蛋 好 那我先在看完蛋 我先聽完蛋 我先看完蛋 我們怎麼辦 原件我們英文叫做Component 如果變回英文版本 基本叫做Basic 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小箭咀按下去 它會全部列在那裡 剛才提過一個Microbeat的東西 我按了來也是 它按不同的東西 其實它會轉不同的 Microbeat是另一隻板 你不會用的 你學會了Arjuno 有些東西你就會懂得找Microbeat的東西看 其實Arjuno先走的Arjuno是大一點的 Internetive的電子板的牌子 之後才有Microbeat這些的 然後你看到 基本上都列出來的東西 電腦組合之類的 按全部就全部都列出來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塊板 還有有些已經駁了兩件東西 你只要可以看一看 OK 原件基本 那這裡就真是一些Basic的原件 那可不可以有一些額外的原件 我都會試 因為這些原件 其實如果在真實世界 我們就真是一件件摸到的 那一件件買到的也都 那買在香港也會買到的 在淘寶也會淘汰下來的 那我剛才問說 如果你真的要 就是想試一下這件真實的東西 在家裡的話 那其實你不妨 可以找一下淘寶 那它就會有一份份的東西 你買到下來一盒的 那它就會連著一些不同的元件 連著一些不同的元件 那價錢呢 大約300元一盒 那裡面有很多東西的了 有線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連著的 甚至乎還有國語版的 國語版的Tutorial 告訴你 裡面它已經預設了一些exercise 給你玩一下的了 那但是這塊板呢 原裝就不是淘寶的 這塊板是正版的東西來的 這個牌子是 這個牌子是神組 就是Developer Develop了之後呢 正版的這個板呢 那是2000多塊的 最開始的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大約是什麼價錢 但是正版是2000多塊的 淘寶版是300塊的 淘寶版是300塊 就成合連著這塊板下來的 Anyway 讓你知道的概念 就是真實買東西要試的時候 會怎麼樣呢 那當然啦 淘寶版 就是這個真實的版 跟貴一點的版本有沒有分別呢 那其實有些東西有分別的 甚至乎有些學生買過下來 是說壞壞的啊 奇奇怪怪的啊 這樣都有的 那這些元件呢 就是你會用的東西來的 最普通的那些 我們還沒用這麼快 用這些很複雜的 那你看到LED啊 電阻啊 按鈕啊 這些稅上用的東西啦 那你要用這些很簡單啊 就是你一拔出來這個畫面就有的了 那還有 剛才同學生馬上很快就問了 電阻 電阻你要知道的 我們叫resistor 因為呢 這科是有一點點電的概念的 你電可以玩到很深 但是我們基本的要知道 那我之後 預備一些 就是我可能和你這裡講解的時候呢 我都會提一提的了 因為這裡其實是很好的 它這裡等於我的letcherlopes的 那因為它講這個例子呢 它會順便解釋一些東西給你聽 那所以其實 你如果我不在這裡 那其實你跟它的例子去看啊 那這樣呢 其實你都會明白很多 那我拿 我們拿了一顆電阻出來 電阻叫resistor 就是防止太多電 通過一顆led 那為什麼要防止太多電通過一顆led呢 因為電器也是的 其實你弄得死焗爐 弄得死電飯煲 弄得死你的電腦的 你知道嗎 如果你的電子產品裡面 是沒有電阻這個東西的話呢 那它的供電呢 很大 不懂得拆細 不懂得分流的話呢 就會弄燒這部東西了 整個概念就是這樣 那就是 就是燒電器 你應該全部都有聽過的啦 那燒電器就是燒電器 燒電器的原因就是 就是 那些電路錯了 電路錯了 流得太多電 就堆死了那些電子零件 接著你的電盤煲就不懂了 那部電腦就出煙了 燒了 堆得太多電了 所以有電阻這個東西 那同學問 電阻有沒有改不同呢 有的 那這條C 先講一個最簡單的 這個叫Oms O-M-U-S這樣 OK 那是電阻單位來的 那我 你說要下多少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如果在博爾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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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視乎你用那個電子零件 你需要給多少電阻 但如果你放在LED那裡 我們通常呢 都是給220噸 就是一個 一個符號 有P噸N噸 K噸 那些是 就是拆小它 拆大它 這樣 就是等於CM M KM 就是那些unit來的 但是如果你說 最簡單的 我們通常用這個 就是220噸 有些東西可能自己 放下寫下 或者Catch Green 你見到我這幾個設定了 是可以的 我都設定它做220噸的 任何在這個畫面上面 你把這件東西 它有個Properties 在這裡叫做 這個Properties 你會寫它是什麼來的 它的名字是什麼 還有它的 有些給你adjust的東西是怎樣的 比如LED這些 可以選擇了它的名稱 你自己改一個名字給它 也可以的 其實 它的Properties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LED 行不行 我這裡選了綠色 可以隨時把它變成橙色 行不行 每顆可以改的 這些就是普通的線 線是接駁的 線是接駁的 那你不喜歡這顆東西 或者多了這顆東西 你選它 按垃圾桶 扔走它 沒了 我拿一顆LED出來 那就可以立即改顏色 OK 還有這個LED 有東西要解釋給你聽的 我幫我轉頭再解釋 即是每件東西 你都可以這樣拔出來 拔出來 不喜歡呢 就按垃圾桶 扔走它 OK 這個九波電池 我們之後會用的 小顆電池 你看到電池 可以變成 打媽電 打三電 四電 四電 什麼類型 大小電 即是很方便 如果我們真實搏的世界 這些全部都是一件件 對不起 這麼奇怪 剛才那個電 可以給我的鍵器 可以在鍵盤 也可以在鍵盤 鍵盤可以解釋到 這裡用來的時候才說 刚才跟你说的面包版,它都叫做面包版的 一块版,可以吗? 这块版要之后再说 这里就是拿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 拨拨拨拨拨,拨完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这个程式码这里 Program,按 你的Warser和我的Warser不同的 你的Program,你的按键有机会写了 有一个叫Program加Blog Blog是什么,劍母还是什么 中文,你记不记得你们那一粒写着什么 有没有人回答到? 你按澄清版这一按键,你还有多些选项 其实是有的,这里 就是图快加文字 图快加文字是这样的 图快加文字 图快我不教你 图快是简易版 刚才你跟我讲IoT 是那些人 原装的资讯科技同学是学这些 是直接学Programming的 那图快这个方案呢 一样是Programming 但是它就 有一块块东西给你拔出来 接着一块 这个图快我们 叫做Puzzle Base 或者Blog Base 如果转回英文 就有一块块东西 砌完之后 然后里面再有些东西 其实都是在玩Program的 但是如果你熟Program 其实这个是比较慢的 但是这个呢 帮你想想的逻辑可能会好些的 那我 我比较不想跟你说这个 因为这个有些东西会复杂了 我宁愿直接跟你说这个图定 会好些 但是你自己做呢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所以我这里就直接选文字 那我就只看回图定了 那这个图定呢 你按出来就写了 按回就令到画面 消失了 就是背后的Programming code 来的了 行不行 好 接着呢 好 接着我就再跟你说句 那个基本东西 对不起 不说句 还有一个位置 因为我们任何东西 不试其他东西 我们都要试LE针先 那么LE针呢 真实来说呢 有长短脚之分 那我想问一下 我说有长短脚之分 那你就这样看这颗LE针 哪个脚长点 哪个脚短点 哪个脚短点 可以去找人答够吧 那些脚长点 可以去找人答够吧 那些脚长点 哪个脚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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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隻腳長一點 一隻腳短一點 而這個是概念來的 歪歪的那邊是叫做陽極 正來的 直一點那個叫陰極 短的 為什麼會長一點呢? 因為這裡咬了 咬了拉直就長一點 所以一邊正一邊負 這個就有些電腦的概念了 接著你再看我這裡的解說 那你就先知道我的接駁了 你的接駁很簡單 就是隨便在這位置 就已經拉到這條線出來的 真的嗎? 就是這些位置一拉 接著多點就是想轉彎 OK 這樣按回來也可以的 不過沒有意思而已 這樣不知道為什麼有沒有通電的 你按這個 按這個 按這個 如果我現在Window機 它就是Best Space 是判斷來的 這樣 那這些線呢 一刷就有了 你碰到這些頭 這些頭不搏線 搏不到這些東西在一起的 那這些線就是這樣拉出來的 如果一條線 我先按這個 按這個Double Kick 按這個Double Kick 我們叫做Pass 原件 這樣就拉到大板上 是令到它接駁正常 那這裡要解釋 剛才解釋過 一顆燈 長腳是正 短腳是負 那我們接駁的概念是這樣 長腳 我們會駁在 這邊 這邊 首先第一件要認得 叫做Digital Digital有0至13 預設的 接著這邊呢 有個叫Analog的 Analog我們自己都會玩的 剛才我解釋過給你聽 Digital 和Analog 就是當你做的東西 只有1和0的時候 是或者不是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駁在這邊 那現在這個個案之下 這些燈我們只有 穿或者不穿 所以我們駁在這邊 那Analog呢 就是 它預設了6個給你的 那在計劃的世界 0就是1來的 可以嗎? 如果你記得 《Enjoy the Sun to programming》 有解釋過給你聽 如果我們將一些 1、2、3、4、5排序 在計劃的世界 我們是0、1、2、3、4、5的 就不是1、2、3、4、5的 那所以這裡有A0至A5 其實是6個頭 那這個不玩 那這裡都明白了 是嗎? Digital 如果你要駁 最基本駁就用這裡 那這些 這些數字有關係 在計劃曲那裡 待會解釋給你聽 另外一個叫GND GND最簡單的概念是 我們怎樣駁完一些 要有反應呢? 正一定要駁一些東西 複也一定要駁一些東西 可以嗎? 還有要駁好東西 那所有這些 有反應的 Number 接頭呢 就是正來的 你要記住 死記的 就是它除了是 做Signal 我們要玩到Arduino 我們要玩到Arduino 我們有三件事要知道的 一是正 二是負 三是Signal 正負就是駁到它有電 Signal就是 Program 你寫了要有什麼反應 它就跟回那個位置 給個訊息出來 訊息是Program做的 正負就是給電 所以 這個數字位 就包括了正 和給Signal的概念 OK 這個GND 叫關 關就是地線 地線就是負 電流上面的概念 所以每一眼燈 這樣為之完結 它駁了下一個 我咬好一點給你看 它駁了下一個 Signal和正路 它另外一個腳 短一點的腳是負 短一點的腳是負 然後駁一個電阻 然後再去到負的位置 如果駁LED燈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駁的 可以嗎 那只是LED燈 你也有很多東西玩的 我說了這個例子 你就會有辦法 收拾些東西給我的 然後 我現在開始模擬 我先刪掉這顆 你看我的畫面變化 有沒有人回答到我的畫面發生了什麼事? 只穿紅色 但我剛才播給你看不是的 這個是好的觀察 其實你們的例子都只是穿紅色的 你們的例子都只是穿紅色的 這個是我移過的例子 我現在就解釋給你聽為什麼只穿紅色 還有學習 program 怎麼收拾 我講到明金堂比較慢的 這個就是我開了一個程式碼 就是選文字 只穿 program 只穿紅色就是這幾句發生的 但這幾句我就要告訴你結構是怎樣 你以後收拾給我都是要這樣做的 首先 voice 不難明白 這個 voice 就是在說那個 function 這個是 program code 是不是一定要加的 這個 voice 這個字 OK 在我專門的世界 它一定分這兩部分的 就是叫做走著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setup function 一個就是setup function 一個就是loop function 那功能的寫法你都懂的了 這個是功能的名字 這個功能的名字叫setup 接著有個括弧 這個是語法來的 接著有個開眼括弧 有個三眼括弧 就載著你那句句 每句句 如果寫到完結的時候 一定是分好 可以嗎?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一些基本的setup 就是 program 還未完結之前 有些東西你遞回去 遞回去 遞回去的意思 應該是你不想做programming 都記得的 有些東西我先假設它 先定了它 還未開始完結的 在programming的世界就是順落的 就是一路逐句逐句這樣走下來的 那走完這裏 知道setup是怎樣的 我們就會走這個funktion funktion在program的意思就是 總之一個括弧 括弧你當我和你說一堆東西 是吧? 譬如我說 拜託金堂之後 回去就和我完成 二十題的assignment 那我剛剛就用那個bubble 就是我一個 講了一個說話給你聽 就等於這堆字了 就是我叫你做什麼 那反過來 在loop裡面 寫著的東西就是 你叫program做什麼 你要叫它發生什麼 這裡明白個概念 那所以呢 這個一定要死記的 就是你這個wallsetup括弧 接著開括弧、生括 裡面是什麼可以變 但是這個語法要知道 就是這樣 這句可以不存在的 就是可以不存在的 裡面是你要寫其他東西 另外一個語法 wall,node,bracket OK 這個是一定要存在的 那裡面當然你要改 接著你看到它很好的 其實和在Arduino的畫面一樣 那它有些語法的東西 它就改了紫色 有些參數的東西 就改了綠色 有些comment的東西 它就改了橙色 所以你能分得到 哪些是真句 哪些是參數的東西 這裡 斜斜 你應該學programming的時候 有的了 斜斜或者一下斜 那這裡就斜斜 斜斜之後這些不是曲 這些是comment來的 註解來的 所以我不用特別多說了 你自己懂這個語法 那這裡呢 這個經常都會用的 這裡寫一個註解 wait for 1千個million second 如果是我專門世界呢 如果你寫delay 一千呢 這個一千呢 一千million second 就是一秒 成出來大約一秒左右 那我會很快逐句逐句 講一講給你聽 讓你知道那個basic的概念 首先 在setup裡面 第一句我們一定要認識的 這個pin mode pin mode 就是你插哪個針 大世界跟著它 你選擇在這塊板上 用哪個頭做什麼 就是這樣寫的了 現在這裡選擇了 說我用第十三個頭 就是紅色燈這個 OK 跟著我要預算這個是什麼 output 因為它著燈是output 那就寫完了 就是我一早說 麻煩請記住 第十三個位置 我用來做output 就做完了 行不行 明白 分號是一定要記的 不然這個 沒有了分號 它可能找不到的 語法 跟著 這裏還沒做事 跟著我們叫它loop什麼呢 loop呢 其實這個概念是 它走了下來 之後又上回來 又繼續走下來 又上回來 就是loop呢 是無限重複播放 無限重複演繹 這個意思 那是對的 因為這個programming 溫完 它應該通常不會停的 溫完之後又繼續 溫完之後又繼續 溫完之後又繼續的 通常又或者 溫到一段時間 你叫它停在某個位置 它沒有東西變化的時候 就停在那裏 有東西變化的時候 它又繼續溫下去 就是programming就是這樣 這個有死記 Digital 喂 大世界跟著它 就說 麻煩 叫回那個result是什麼 這裡是定了那個位置 叫做output 但是沒有說什麼 這裡叫回那個位置 它知道的了 就是你這樣寫了之後 它就知道你駁對了LED 叫回13個位置是high 就是high high的意思就是說 一 sorry 不應該說一 high的意思就是說 著 如果針對LED 那這裡就是這樣 定了這個位置 麻煩叫13個位置 著 所以它剛才就是著 然後 為什麼著完之後呢 就是這個case 我們再看一次的樣子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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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著色 明不明了? Hello 不難了 是不是? 知道接播對 知道program對 接著 我試給大家看一下 或者你猜了先 你明白了這個例子 你其他 一路其他東西你懂得改的了 我打算 你想一盞燈一盞盞的開 接著就一盞盞 一盞開一盞 再一盞開一盞 我現在還沒想怎樣住的 我現在是想你明了 剛才那隻紅色燈 著色著色 那這裡明不明得了? 明不明得了紅色燈 剛才你見到會收的 我沒做其他事情的 我只是想解釋給你聽 紅色燈 著色著色著色 是怎樣走出來的 明不明得了? Hello 給我一些反應 Hello 明白的 接著我現在做一個動作 就是 這些沒有的 我丟掉它 你們的例子是這樣的 你一開現在的例子是這樣的 你現在開始模擬 你們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你沒有搞過任何事情的 但是那些曲子已經消失了 我就是想 基於這個 再延長 讓你知道怎樣延續下去 我先想想 我現在想有三眼燈 我先做一次 你不用跟我做 因為你可以慢慢試 你看到我什麼方法 因為 我想加添第二眼 那我叫這眼 那我叫這眼做 黃燈 然後我又拿個電阻出來 電阻我叫 我剛才說要220 對 對 然後呢 我這個 就接近它 接近它 要按Mouse一下 因為不會接近 這個呢 我就將它接近12這個位 這樣 副搞定 有沒有錯啊 這裡 有沒有接錯的東西 副錯了一個 然後漏了 漏了正極 副GND 正確 很好啊 同學 就是 因為 這個是副來的嘛 是啊 這個要副回來的 這樣才是對的 正極才副回到12 是非常正確的 就是 很明顯就是告訴我 大家有留心聽書 這個是高興的 OK GND是可以副超過一個的 就是所有副呢 是收集回來的 OK 就是那些電流 什麼啊 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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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要啊 就是 正行完之後呢 就副收尾了 所以 GND是可以有很多個副回來的 當然啦 現在我用一塊板駁給你看 剛才不是說有塊麵包板的 如果放在麵包板上呢 就會好些的 這個狀況沒有那麼 就是不是 因為這個位置 如果真實來說 都不可以副這麼多支 我們要靠麵包板 但是我們現在先試了 接著又重複了 我副多第三眼燈 這個綠燈 OK 接著我又副電阻 電阻 電阻又改回到 220 對 副駁回來 記住按一下 否則它會掉 這個又駁回來 記住放關 按一下 按一下 接著這個 我叫它駁到 8號仔裏 駁到11號裏 接著呢 這裏我做得醜 那這條線呢 你可以在中間 按 為什麼我昨天可以呢 我現在遇到一個難題 可能我昨天用MAC機好一點 因為我中間想加多點 咬 不是Double Kick的 為什麼 我這個要試回 因為這條線呢 我昨天在MAC機 我Double Kick可以加多點 讓我咬尾它 這裏不知是否要按 Shortcut 我先拆一拆 但你都看得明白 昨天MAC機是Double Kick做到的 現在Double Kick又不行 什麼都不行 不緊要 接著你看到呢 我呢 就會叫你們這樣想的 線材呢 我會叫你們改色的 因為線材你改色呢 你就會把那些東西分得好一點的 現在呢 你看到我 就是這兩個都 都被咬了你的 有機會 因為全部綠色 所以你把線材 其實它給你改顏色的 行不行 通常呢 我會叫大家認 如果真實來說 我們這些線都會有些色的 但那些色是不關那條線的 什麼特別情況事的 純粹分辨用 是的 純粹分辨用 那譬如綠色 我就選一條綠色 駁證我就知道了 那黃色我就選黃色 那你就容易記回 那通常褲呢 我就會 我自己習慣 很多時候都會找 黑色呢 來代替褲的 那我就會明白到多一點 就是我有機會這樣 但是這個不是一定要跟的 因為你不會錯的 就是你 這裡就關眼燈而已 那我們整一下整一下 其實我們這些同學 駁線會駁得多呢 那你就要想一想 你怎樣看回 裡面的東西有沒有錯 因為呢 之前上課那些同學 就說 我明明駁適合Ricky 為什麼不行呢 那跟著很多時候 如果在LAP走過去呢 我們駁錯線了 大哥 政府調轉了當然是不行 就是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所以我們會想一套邏輯呢 是令到自己會 會撿得好些 那這裡你自己幫我試 因為我不知為什麼 這裡試不到 將條線呢 加多一點 等等 真的 有什麼按鍵呢 我Mac機真的可以雙鍵 可以的 現在按什麼東西都加不了多一點 你們可以試一試 告訴我 如果你試到 看見到這裡多一點 那多一點呢 你的線可以排得好一點 我這一點是在Mac機做的 不知為什麼 這個Windows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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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雙鍵 差不了多一點 我都要檢查 或者你檢查都告訴我 那我 即是你的線 咬回 好一點的畫面呢 你會容易看一點 那我也都預料你的線 會撿得好一點 然後才CAP screen給我看 那這個搞定了 然後我再play了 OK 拼對了 再play 一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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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模擬器時間都很準的 開一秒 停一秒 開一秒 但你發覺 喂 玩東西什麼 你拼了另外兩個都不開 當然不開 我都沒有改個program 我的program 只是在講這個 然後我現在就想 只是設定了13 是啊 示範了program 要怎麼改 因為這裡只設定了13 那我很懶地 那我 設定那裡 我設定了三個 那我當然多加兩行 那我這裡就會這樣改 我真的copy and paste 叫12用完 叫11用完 明不明這裡 OK 好 跟著這裡又懶了 100%召回這個 因為我三個都是想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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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段 但是 這叫12個粒著 叫12個粒著 叫11個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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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完了 完了 我都沒有寫過 我老粒回 這個例子原本的語法 我想通了 我再做 接著我試給你看 開始模擬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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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問得好 它有機會 因為這裡是setup 你不用寫十二十一 它有機會肯定能走到的 因為你下面都叫了十二十一 因為它下面你寫了那個output號碼 在上面你不用搞就行的 是啊 但是最正確語法呢 應該你是會用哪一個 你就上面要assign了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案子簡單LED就是這樣 但如果你要用到其他的時候 它有機會錯的 對不對 明白嗎 所以這個規矩麻煩你就跟回 就是應該你用哪一個你就上面做了setup 下面你先在loop OK 那這個我不是預你馬上做的 但是這個是第一題 麻煩你完成給我 行不行 那你譬如你讀好了 你用共用這裡 接著會出這張圖 那你這張圖就擺word 擺word 題目一 然後你就另外 比如說我開一個work 然後我share這個work的畫面 來看一下 好 OK 那 那 麻煩你也有些基本題 你做一次就可以了 這課你真的給回 我知道了 對不對 對啊 你自己寫回第幾節的東西 你自己的名字 大文 寫回Hitip 什麼 自己抄回 沒理由自己Hitip都不知道 你們是Hitip in Multimedia Hitip in Multimedia Hitip in Multimedia 就是你們學那個area 就是Ear 1 就是這些我想最基本 希望你們做得到 接著 Question 1 我給你哪個Question 你自己嘗試寫回 這個Question 就是這個 3LED Digital 就是你可以抄回 你知道做什麼 是吧 接著 我叫你 OK 接著 這張圖 接著這個Code Ctrl C Ctrl V 抄到這裡 這個就已經回答了 課堂第一條 可以嗎 接著 最好 你都在這個work那裏 設定的 靚靚靚靚靚靚 在這個work那裏 設定 即是設定 這裏 這裏 Page number 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的 起碼 細小一點的Page number 不會太厚 我起碼知道你的功課 一直第幾頁 我按錯了 應該設定在底 是正確的 這些其實你不用站開的 因為它 Copy & Paste 這個format 你撿一撿 即是短一點 其實我都看到的 那些space 可以嗎 即是 吞一吞回來 會好一點的 那你不用把那麼多頁出來 可以嗎 那這個是 即是 這樣 接著你file 另傳新檔 那 很standard format 你可以給陳戴文 那我就明白你交什麼的了 或者 你可以MET 490 你記得這個 陳戴文T 對不起 不要啊 因為 你給陳戴文我 我就 你那個 這樣就算了 不要加了 你給陳戴文我 我 在Model一下下載 那你的名字順序 我就知道 哪個有交 哪個沒有交 那就清楚一點的 那就已經OK了 行不行 那我 cancel 回 share 接著我再share 這個畫面 好 題目二 題目二 我 就這樣說的了 題目一 就100%跟我這個做到就可以了 OK 那題目二呢 我就想它 想它 上去 航網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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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at三次 就是個次序 這個次序 是 是 紅黃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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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不停的 sorry sorry 應該 應該說得清楚一點 第二個做法我想你試 簡單 我想要三下紅 三下黃 三下黃 三下綠 應該這麼說 第二個我想你自己 執完完成的 三下紅 三下黃 三下綠 都說用一塊板 不用改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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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這裡又有東西搞一搞 同學會問一件事 咦我這裡弄好了 那我不想改它 那你可以怎麼玩呢 有些你學習的方法可以這樣 我選外瓶奧 跟著 這個做好了 我選沒有做好應該 基本 我選一塊板 你看到嗎 我試一次給你看 我一下拔它在這裡 我放在旁邊做 是沒有問題 跟著你再看 怎樣分兩塊板 很容易的 按程式碼 是吧 你看到呢 這個位置 它可以展示第一塊板 還是第二塊板 的東西 OK 即是你可以選一些例子 跟著你 在空白位置 再選一塊板在這裡做 跟著你一路 一路這樣按 抄回一些標誌 抄回一些東西來改 那這個原本就行的 那你按著它之後 你回到第一塊板 這個標誌是對的 那你可以在這裡 copy了它 然後你選擇去第二塊板那裡 跟著你可以在第二塊板那裡 貼回你新的那個 可以delete了原本的code 貼回 剛剛抄那個code 那你就可以parallel進行 每隻燈閃三下 是嗎 是的 我第二個題目 是每隻燈閃三下 著色 著色 閃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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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都不寫出去分 不記得的 明白啊 那我full email 我現在講完 跟著我寫回題目一 我想來做什麼 題目二想來做什麼 題目三想來做什麼 題目四想來做什麼 好嗎 好嗎 我full email 給大家 那個題目 是的 那 跟著 就是懂得 嘔出一張圖 懂得copy and paste一張圖 那 跟著呢 還有一個按鈕很棒喔 這個 這個最上這個 人頭旁邊呢 這個就看一張板 旁邊這個非常棒 它會列個清單給你的 看不看 就是你用了些什麼呢 你的畫面有些什麼 列個清單給你的 但是 這堂我不用你 給我 但是之後呢 我想你加上這個給我 因為它列個清單 就知道你做那件事 用了些什麼料 但是這堂 這些東西太簡單 但是 這個清單模式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你知道用了些什麼 OK 這樣呢 這個 你其實可以看著它 看著它 而且有些東西會明白 那我完成了 我去回那個 專業檔那裡 我想跟你講多一個例子 然後我給下多 條 就是說 我說多 這個 這個 不要管著 我想我自己 我再解釋給你聽的 那我想 那一聲 講完這兩個例子 我再改版 等你有幾條題目 可以做先 啊 講了按鍵那個先 這個按鍵 要用到這個 這個 這個 我這裡不夠時間 先講這個按鍵 這個按鍵 好 那我 啊 這裡有 這裡有 這個 看看這個 這個 我看這個 不行 這個也太深了 因為我想你做一些 基本的東西等等 不好意思 這個 這個 可以講了才會好些 好 這個 這個 算了 我 先 我要找一個 是沒賴過麵包板 因為麵包板 我想我講一次給你聽 你會清晰些 等等啊 這個 這個也是好 原包板 因為麵包板要少許時間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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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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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麵包板,麵包板你這裏都可以拿出來的 這個result是一個push button,digital input的result 我play一次給你看 按play,沒有反應的 就會牽涉到這個push button 我按鍵,著燈,按鍵 因為是basic的東西 你們十二點半有沒有接著有堂的? 下午要上到,一路上到 沒有接著,你等我抄兩個字時,因為要說一些 這個例子就是按鍵,著燈 我們很平常,但如果你自己博,就有些功夫 所以我想說這個例子,很簡單 首先這個麵包板很容易明白的 它呢,左右,最上這條線 和最下這條線 黑色代表褲,所以剛才我和你講過黑色代表褲 那你見到呢,它拿這個麵包板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些東西已經跟你拉了線了 它沒有拉線 但是你要明白麵包板的原理是做什麼的 我又不想,我又不想你沒有什麼做 就是我們講了,我想你有一些practice push button digital input 這個死記的都是,它最頂最底的,打橫是負了的 這個正呢,就打橫是正的 這個,這條呢,就打橫負了的 這條是打橫正的 那我問我為什麼,因為這個麵包板的背脊 人家已經駁好了的 所以,它是這樣顯示正負的 那中間這些呢,就沒有說明正負的 那中間這些我們有什麼辦法 令到它變成正負呢 你看怎麼駁就知道的了 譬如說,我們照看我十三 剛才我們是把一顆LED直接刺入十三銅關的 那正負駁好嘛 這裡一樣沒有分別的,其實 你看到呢,這個短一點的腳呢,扔著電了嘛 那它其實是駁了一負的 但是沒有直接下這個關 那它的關就是這個負 所以這個電阻就刺在那裡 這個電阻 這個電阻呢 你剛才沒那麼地去 不知為什麼呢 它可能是OnlineBase 按些線材,它又有東西喔 按這顆電阻呢,它又不顯示那個Pockup window 這裡不理著啦 都沒有什麼的 那有顆電阻呢 這個電阻都是220個V啦 那個暗 那如果你發覺你下的時候呢 那個電阻你下大了或者小了 你可以肯定改的 因為現在在Digital version 你不會燒掉的 就是有些同學說 下完一顆電阻 明明所有東西都沒有錯呢 為什麼眼燈都是不著 或者你駁的東西都不著呢 就是可能電阻的數值呢 太大或者太小了 那你記住下電阻的時候 要複補一下 如果駁基本的 我現在教開的話呢 我試著把這顆電阻拔出來 它如果駁按按鍵呢 就一個十的K音的 可以嗎 可以嗎 等我一會兒 我有一個電話等等 不要緊要收到線了 再模擬多一次 按按按鈕 這個十個K音 你記一下 或者你開這個例子的時候 就知道了 但是其實如果你設定大了 它都未必有問題的 就是電阻那裡 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學電 所以電阻 我有一堂會提一提 是怎樣的 但是你說 如果根據我之前帶同學仔 在那個電阻裡 這顆電阻我們真的有一顆東西 那這個很通常的 就是金紅色加乳紅色加紅色 這個我們經常都用的 那這個就是小一點的電阻 就是這個顏色來的 那你看回這裏 複那邊呢 就駁回到電阻 就再駁回複 那我們之前這個複呢 就駁回到這裏 現在就駁回到麵包板上 那由於這裏整條都是複 那所以駁回下來呢 就是已經成功地駁回複的了 這樣 那跟著呢 這邊 正 這邊正 那由於這裏呢 是正的 這裏拉下來 它就會令到這五格呢 都是正 所以這顆LED擺遠了呢 它都等於駁回那個正 那就是正 如果麵包板的原理 就是上下是打橫的 那它是負了和正 負了和正 負了和正 但是直的那些呢 就是 depends on你駁回這邊 什麼拉進來 一駁回來呢 垂直的話就會變成正的了 那所以這裏 十三半是正的 一放進來這裏呢 這條就正了 所以這個LED的配置呢 是對的 這個是正的 這個褲 因爲這個褲 就駁著電阻 電阻駁回過來 就是褲腳來的 這樣 跟著我們 另外再看一下 那顆Button 我們駁了什麼 Button 我們用了二號位 二號位 二號位 首先看它正那邊駁了什麼 正那邊用了一隻正的腳 OK 用了一隻正的腳 駁過來 正 咦 你說為什麼很複雜呢 為什麼不可以一下子 搬過來這裏 其實可以的 不過它 我們要排好這些線呢 它搭了上去 跟著透過這裏 走過來 這裏 這個正呢 這個正是哪裏給出來的呢 這個正 你都要給電的 就這樣這塊板是沒有電的 所以它的原理是 它在這裏 這個Arduino給電 這個5V這個頭呢 就會有電 跟著它就給了一條線 駁過來這個正 它這裏打橫駁過來就靜了 它這裏打橫駁過來就靜了 它這裏多條線 拉上來就令到這裏都有電 就是你 這裏為什麼要駁兩條線 因為這裏不供電的話 它不會發生 一樣 負 我不一定要用這個關 其實用這個關都可以的 那它用了這個關 這裏有兩個關頭 駁過來就令到這裏 供到電 負 就負了 那所以頂底 這些再弄線駁過來呢 就會都會痛 那你見到二號仔 就是拿了二號仔做一顆 所謂啊 這裏正 那這裏就是要給電的嘛 那所以這裏打橫駁回來 這裏打橫駁回來 這裏正 所以就駁到電了 那有正就必須有負 一顆不藤 你又駁到這邊正了 是吧 那負那邊是怎樣呢 負那邊呢 其實這裏 這裏 垂直走下來 經過電阻 就已經去到負了 那這裏就是駁到負了 那這裏就是駁到負了 那無端端這一畫 橙色是什麽呢 這一畫是釋路 如果我們直接把這條線 刺到這裏呢 就釋路和證一起了 現在這裏分開了 就是我就說 如果用blackboard呢 有時候我們 不是有時候 是經常性呢 都要想了證負和釋路 那這裏都是一樣的 這裏都是一樣的 這裏呢 但是如果這個按鈕呢 我們就正還正 駁了過來 褲呢 就這點駁了電阻 下來這裏 跟著駁路呢 就多一條線下去 褲這裏呢 就給了那個駁路 那就是一個完整的結構 那這個就是 看多一次 這個就是 禁制 著燈 禁塞 不放手 就繼續著 一放手就關燈 阿Sir 是 我想問一下駁路有什麼用 駁路就是 你Programming講的東西 你如果駁通了 你要它有反應 就是給駁路 譬如很簡單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開著了個team 跟著我什麼都不跟你講 那你是不是在這裏發呆 就是駁路是 不關它是正的 駁路不關政府的事 但是駁路呢 如果你偷懶地 偷懶地如果直接在這裏拿呢 它可以當成正的 可以嗎 可以 在這顆LED燈 的話 這裏就正和駁路一起駁路 但是 在這顆駁路裡面 正還正 正是沒有駁路的 負呢 就是這個腳這樣拉過來 這個腳拉過來 那這裏是負呢 這裏有兩隻腳 這個電阻拉過來 就會令到這五格都是負 所以就是一個完整的駁路 正走這裏 走回這裏 接著負呢 負呢 就是這隻腳 這樣就負了下來 接著訊號就自己要駁路下去 因為這個 這個PUSH按鈕呢 我記得之前的堂仔在LAP試過 這個訊號呢 就是如果這顆 這顆 這個訊號 這個訊號 一定要負那邊的 否則會有些問題的 可以嗎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把這個訊號 搭去正那邊的 是搭去負這邊的 可以嗎 可以嗎 明白這個概念嗎 接著呢 我就想你再做什麼 解釋這個曲子給你聽 接著我這裏當然就是 為什麼它這裏不給我 對不起 對了 在玩的時候 它有些東西 會不給用的 OK 看完那個曲子 調整那個曲子 就會好些了 這裏今次多了一個 INT INT就是 一些變數 的status來的 如果你學programming 你就知道的了 一開始我們 假設了一個變數 叫做button status 這個button status 作個名字 一開始叫做0 先 在這個setup之前 因為做programming 我們有機會 有些變數 是神組定義了的 譬如可能 我們神組定義了一個 X等於Y X等於0 Y等於10 Z等於50 你之前學習的 訓練programming 有些什麼 這裏一樣 我們一開始設定一個 叫做 這個我沒有記錯 是integer 就是一個整數來的 整數的意思就是 01234567890 這樣 我們設定了這個button status 這個我們作過名字 我們叫它apple 也可以的 那 make sense 叫做button status 就是一個 這個 這個按鍵 的狀況 如果要解釋的話 Status 就是一個狀況 那 set做0 set做0 就是沒有按鍵 因為我說 我說這個按鍵 是digital digital的世界 只有1和0 那我們 當一進來 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這個按鍵 叫做0 ok 那接著呢 setup 設定什麼呢 你放了2號位 都是叫pin mode 2號位 我們叫做input 因為按鍵是input 然後這個沒有變 我跟剛才的例子 一個LED要發光 所以13號位 13號位 叫output 行不行 這兩句有沒有問題 這個case 之下 我們用2號位 用13號位 來做事 行不行 2號位 是input 按鍵 13號位 是output 是一顆LED 來的 阿Sir 那個input 是不是插邊都可以的 哪個input 是插邊都可以的 就是2號那一條 是啊 這個問得好 你可以試的 但譬如這個按鍵 這個例子 就用2號而已 你改了3號 你就改入面做3號 你改了4號 就改入面做4號 那0至13號 其實你當作任用 你插12號位 都可以的 插11號位都可以的 這個問得好 但你記住program入面要改 ok 那接著呢 你見到這裡 其實你看些comment 都知道的 這裡有一句comment 叫with the status of the push button 就是一進來的時候 看看一顆按鍵 是什麼狀況 那這裡呢 寫了一個button status button status 原本是0 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Digital read Digital read 是新東西來的 這個program code來的 Digital read 就是 叫快板 自己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數是什麼 這裡不是給2號數 Digital read 我閱讀一下 閱讀一下 這顆按鍵 是發生什麼事 那呢 它Digital read 是什麼呢 裡面的2呢 是說這個位 就是 因為這個2號位 就是說 閱讀一下 那個Input 那個位的數是發生什麼事 那你怎樣影響到這個Digital read 那這裡就有些programming的 content if button status 等於等於high 如果 那個button status 等於等於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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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因為在programming的世界 一個等於是 就是 例如 Apple等於0 我假設了Apple這個變數 是等於0 但等於等於就 真的是 等於 如果那個button status 等於等於high 等於等於high 就是等於一的了 Digital White就叫回13个位置叫做High 叫回13个位叫High就是叫13个位Jer 如果不是,所以有个Else 这里一尺,如果Button Status 你阅读的时候,你没有按键的话 Button Status就跟回原装那个 原装就是零,没有按键的话 那他就叫什么呢? 叫Digital White 叫回13个位置做Low 叫回13个位置做Low 就是叫13个位置那个灯不要着 接着Delay 10,这个Delay不加都没有东西 Delay就是在Loop的时候看一看 接着又下一次又阅读过 因为你按键可以随时按,随时放手 随时按,随时放手 OK 还有这个Status是,按完放手 那眼灯就立刻关掉了 你按住它,它就保持着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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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了 你不按键是0 不按键是0 眼灯都会回到No 那你按长期按实去,就长期是1 长期是1的时候,Digital White 即它一路给到眼灯那里 就叫做Hi 叫长着 那这个就和你平时开灯,关灯的原理不同 这个是按实就会长着 你一缩手就立刻 因为一缩手你就会由 那个ButtonStatus是1 变回到0 10的话就叫做No 好 明不明白这个概念 这里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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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明白明白 OK 阿sir 可以再说一次 那些Delay Delay是没什么意思的 你就算拆掉它都没事的 因为它这里也是说 Delay a little bit to improve the simulation performance 即是说 怕它一路 loop的时候 你没少少时间给它走盏 它可能会有些错误 即你会发现 你找不同的Program code 有时放一些 延期的时间 就是等到Program温顺了它 那些延期没什么特别的用途 你如果真的打P 譬如我呢 我现在立刻刪除了它 整句 延期的再打P 看到 有些少少影响的 因为它 即是未立刻release 那Program未立刻release 即是给多些时间去 再走一走 那Program 那就好像 按下去的反应是 是直接一点 我 我 我感觉到没有这个Delay 是差了少少的 即是反应没有那么帥 那所以 有时交的Delay 是 就是for this purpose 让Program温得 顺利点 顺畅点 这样 那这个 这个 就是 题目三 题目三 首先 你100% 看了这个例子 明白 题目三 我的要求 我想 将 眼灯 你要改位 我不要十三位 我要十二位 我不要二号 我要一号 总之 两个位你都要改 你都要改 那你都要改少少 Program code 而令到这个Case 都继续成立的 这个就是Question 3 OK Question 4 就难些了 给你做 Question 4 我要你多加两套灯 两个按钮 就是total的例子 是有三个灯 三个按钮 按哪个眼睛 按哪个眼睛 不用close的 松手就关掉了 就是总之 你按哪个按钮 就亮哪个眼睛 total要三个灯 三个按钮 行不行 total给你四条题目 两个例子 有了sauce 是吧 那你自己practice了 试一试先 那最难是第四条 三个灯 三个按钮 你要插完些东西之后 要改个Program code 行不行 那时间就是这样的 时间就是这样的 我首先说一说 不好意思 我下个星期 有个很重要的会 下个星期 我下个星期 那个时间 遇见了 我上不了堂 上不了堂 但是我都可能有些事情 会安排 安排你去读哪个例子 就是我会有些 reading assignment 或者有些youtube assignment 或者link assignment 叫你读了先 是吧 是吧 我会出email 告诉你 那你们要交这件事给我 四条题目 一个word 或者你喜欢powerpoint 就是powerpoint 总之刚才那个 形式format 有图 就是你砌好了这个图 export了出来 就是共用 你就可以cap到 然后把png图 再抄上去 那条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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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出来 全email给大家 那我就 我的所有功课 都很简单 就是 所有 如果上堂讲解了 要求你做的功课 我呢 就下堂交 最遲 最遲下堂交 那我会设定 moodle deadline是2号 行不行 2号 2号 2号是不是假期来的 我想问一下 不是 不是假期 就是要上堂的 是吧 不是 2月2号 就是下堂 我们上堂的日子 行不行 OK 那2号 就麻烦你将 complete 这四条题目 那我会开了 叫做 tutorial one 的submission OK 26号 26号 我会 就是安排一些 事情 叫你去看 先的 我也是 全email 叫你做一做 就是譬如 我选了几个 youtube 或者选了几个 事情 叫你去study 我先的 我会再讲解 行不行 OK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不好意思 今天有点好快 因为我今天 讲得比较慢了 其实 还有预计 我想讲多一个例子 不过今天慢了一点 不要紧 下堂再看看 total total四条题目 2号 我另外再想问 有没有 review 今堂 有没有不清楚 有没有 讲得太快太慢 还有我讲解上面 大家明白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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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些什么 你就再告诉我 还有 其实 你去到这个 finger cat finger cat 这个 这个位 就算我还没跟你讲 例子 你都可以照看 没所谓的 就算 就是看了你上课 知道的 有些读生还没知道 我都会照看 或者好像金堂那样 就是我一直讲解的时候 其实我会有些东西再加上去 有些东西 想起到哪里再讲 所以你们是可以早些讨计书的 也都麻烦大家 在Arduino 和processing 我想Arduino和processing 可能我download了一粒东西 先放在Moodle 你用那粒来安装都可以的 你可以安装了 可以先安装 Mac和PC一样 没有分别 Mac就是DMG file PC就是EXE file 很小而已 所以很容易安装得到 你就可以继续运作下去 没问题的话 记住 我会讲下26号 我要叫你做些什么 OK 26号讲下 或者26号 什么说 听不到 Hello 我们下个星期是 不用直接上课的 但我有些东西我会交下 叫你 都当回上课的时间 来做个study 你下堂 你下堂串出了一个是纯文字党的影片 我要看看 我想给你什么来看 譬如我可能 可能最后有机会叫你 我放一条YouTube影片 接着 放了一段词 我就叫你study了 然后可能 之后 二号那一段有机会 有些东西再问回大家 就是 我要看一下哪些资源 我想你看先 可以 可以 那可能看片会 OK 所以我会 有机会叫你 就是给你两条YouTube影片 就是都是短的了 那我叫你study了 那我有些东西 要问回大家 就是这样 那总之 我们下次再online的时间 是二号 那二号 你不要上课 才交给我 我的规矩习惯是 下课上课 之前 就麻烦你 上课了Moodle 那我下课二号上课 我设定期限 就会是一号 一号 最后23点59分 OK 可以 那交 暂时交易 我都是会 需要你们在Moodle交的 总之下次交易四条题目 二号上课 一号 会是23点59分 交易堂 OK 阿sir 那四条题目 是不是 你会 send e-mail 我会send e-mail 我写出来一次 好 重复一次 再说一次 第一条就是 叫你100% 做回三眼灯 轮口闪 OK 第二条题目就是 三眼灯 割着三眼 三红三黄三绿 第一个就是 红黄六 第一个就是 红黄六 红黄六 第二个就是 红黄黄六六 红黄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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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pattern 我上试 你再试个深一点 都可以 你自己喜欢 可以试深一点 譬如你说 我改了这个题目 我再改深一点 我玩四颗灯 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 没问题的 我一样明白你懂的 那第三条就是 刚刚刚说完 要有面包板的 按键 亮灯 第四条就是 要预备三颗灯 三颗键 按哪颗键 就亮哪颗键 最终就是这样 OK 那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那我们就 今堂是这样 我们二号再见 记住一号交易 下个星期我 都是全电邮 会给下 一些订阅试问 你们的 OK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OK 谢谢你 刚才有个 中进达未点名 是吧 我点回来的 我先看看 中进达 OK 拼回 好 save 有没有 谁还没点名 我再看一次 今天 不如先改名 没有 OK 那刚才 谁出声 你问 我问 sir 我想问 不停的位置 正负 是不是一边 是正 一边是负 不停一边是正 一边是负 对吧 是 不关 就是它左边可以是正 可以是负 是啊 它有四只脚的不停 但是它没有规定 那它政府的接隔 就是一个对角 你看到它的例子 都是 OK 有四只脚 但是它没有规定 哪一个是 它有两个帛位 是啊 是啊 它有两个正 或者两个负 你自己 任何一个都可以的 这样 行不行 好 sir 第三 第三题 那里是 是不是刚才 那个 纯粹 你自己改 收拾一收拾 还是怎么样 第三题 我 sorry 刚才提到 第三题 我要求你 不是拼十三和二 不是拼十三和二 听到吗 它原本的灯是拼十三的 粒制拼二号 不拼 不要十三 不要二 我要十二和四 就是拼个位 转 我要转个位 可以吗 可以 第四 第四条 我要三支 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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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四条是最难的 要改得最多的东西 可以吗 OK 那好了 我们在这里提供 那我都要关掉录影 那接着 希望录影